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吃完午饭后 我每滋滋点了杯奶茶 但还没来得及喝 我妈来了 你这奶茶不错 是我的了 啊 这这这 别急 我用这个跟你换 哇哦 是小马蜀的奶茶加年华 一杯奶茶 换两卷胶带 我应该不亏吧 不管了 先来做一个沉浸式手帐吧 我来点击 然后再来做一个沉浸式手帐 这就是这个沉浸式手帐 我把这将会有成功的 我用这个沉浸式手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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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用这个沉浸式准备 噓噓爐 芋餅 Celt 芋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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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开 有没有什么宣言 我感觉考个60分就够了 60分万岁 那么第三次参加首张考试的她 到底能考几分 OK到了3点0考试的审判时刻 我们来看一下这次她能考多少分 60分应该没问题的我相信 第一个下列哪个人物是肉球 她选了CE 这个是肉球没错 所以那我问你知道这个是 小马属不认识 不知道 对正确 第二题 著名手战IP小马属 属于下列哪个社团 就是比多加对的 然后判断题第一题 闪闪与提拉多两个IP出自 同一个手战社团 这是错的 所以他们分别属于 这个是新墨的 闪闪是属于新墨的 然后提拉多就是提拉多 第二题用于给交代拉图件的本质 叫做理型子本 这个正确 然后这个人物IP是墨子里 确实是错的 那么你知道她是谁吗 不是 她是卓大王 又是你卓大王 你看卓大王杠上 接下来填空题 写出任意一个手战社团的名字 然后她抄了这里的 非常的机智 所以是正确的 第二题 写出任意一卷小马属 童话系列交代的名字 小红帽是正确的 我还能给你多说几个 那你说吧 海的女儿 还有呢 母子姑娘 还有 还有吗 还有什么来的 够了够了 好了有三个了 第三题 写出任意一个手帐佛祖的名字 这个想了很久 还打了一个问号 我觉得应该要扣个 扣个两三分什么的 所以还写对了 第四题 连线题 正确连接手帐交代及其IP名称 这个是卓大王 我终于把他认带了 然后 橙子 非常机智的 选择了这个有橙色头发的 然后 传说中闪闪的眼睛 哪里闪 有一个小星星在里面 也是正确的 就这么蒙对了 我好棒哦 选择题 20分 全对 然后判断题也是全对 哇好厉害哦 我感觉这次满分 我忘了 我觉得你这个 你要不要扣分 你不写这个问号还好一点 还有 我还是写对了的 好的 这填扣题也是全对 太厉害了 然后连线题也是全对 就是加20 那么就剩下最后一道创作题了 这个创作题就留给你们打分了 他能不能够得到满分 就看你们的打分了 最终的成绩就是 70加一个等待打分的 30分满分的创作题 那么你们会给他几分呢 事情是这样的 上期首张考试 我闺蜜做了学审版试卷 表现吗 你们这三位是谁啊 我认识你们吗 没有一个认识的 我们什么事来了 然后雨 雨 雨 唉 不知道 那就来看看他能考几分吧 OK到了第六次考试的审判时刻 这次是 究极学审版超难的试卷 其实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就是这一个试卷出的时候 是以一种让你考零分的心态 我谢谢你 但是你还是做对了一些题目的 我一开始是零分挑战 作为一个开始 但是就是这个零分挑战已经失败了 就看一下你60分挑战能不能成功 首先第一题 以下哪些交代属于统一社团 然后你居然选对了 好厉害 似乎应该有掌声 它的根据居然是 这里跟这里都有一只兔子 但是居然用它蒙对了 我觉得很生气 第二题 以下哪款交代属是小马属 首先恋爱循环是对的 海底世界大冒险是多多这样的 C 魔幻世界就是也是小马属的 甜甜恋爱是卓大王的 公主拯救计划是蒙牙舍 就知道是确实也是小马属的 但是花间公主是提拉多的 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ACF 所以这个是错的 不应该是要选对的来上分吗 不定是要选择题不是 错一错一个就选错 不定 第三题 右侧交代的IP名称是 确实就是叫米米 很厉害 然后你也猜对了一件事 就是这个小花仙 确实是我边来 迷惑你 我觉得我已经逐渐了解你的套路 已经清楚了出题人的思路 第四题以下哪个不是卓大王出过的胶带 其实A跟C都是卓大王出过的胶带 所以正确的选项应该是B跟D 然后连线题 一个很神奇的点就是 这个确实是哲尔妹妹 然后你根据她特征猜对了 然后更神奇的是 这个真的是机灵节 你的逻辑 这个是妹 然后同一个社团的就是节 我觉得很神奇 但是居然又梦对了 这个确实就是奶丸子 然后这个也确实就是法杖节 所以这一题居然全部梦对了 非常的神奇 到了甜空题 根据提示补权以下首唱社团的名称 第一个这个语文课代表 不用想就知道是错的 其实是语弦 note就是note full 不提拉多肯定是对的啦 然后布丁记得很不错 然后蒙牙色 你以为是对的 但是其实它是这个牙 这套语道题其实也算是有点送分的感觉 就是正确答案就确实是整卷整 寻告四次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总分是多少吧 选择题 对了两题就是加20分 连线题全对 也是20分 连控题对了12345 五个就是加25分 哇 哇 太溜了 最后的结果居然是65分 我都正经了 太成型了 纠级学神版的成绩65分 还是挺难蒙的 全靠蒙 那么如果要你们来考的话 你们能考几分呢 给黑粉的随心配 VS 给珍爱粉的随心配 雄河给黑粉打包随心配 先去路边捡了个快地箱 有点大 先给你付一层 不要钱的珍贵拉菲草 让大管保 不用太感谢我 再拿出我珍藏的边角量 都好不舍得 嗨 给你几根大萝卜吧 这个超珍贵的闪闪胶带 别忍痛给你了 再给两张贴贴吧 还有花边胶带 超可爱的小马鼠贴纸也给你 可不能说我抠 接下来还有些变迁 大张的是不可能给你的 这几个边角量你拿着吧 再配两个异形变迁 真是太丰富了 那我还是把小马鼠拿回来吧 这些给黑粉已经够了 给黑粉的随心配打包好了 用这个小马鼠的粉嫩嫩盒子吧 来附送一个小马鼠 DLA小机关 先放点整卷胶带 都是提拉多新品呀 殿器大爱的萌芽 射来三卷 再来点闪神 超人气女明星小马鼠 必须每每人抬上 超温柔的阿珠塞掉胶带 让你更特种色系 再放点格纹胶带吧 第一盒装满了 再来一个加大板块的盒 安排一大一小两个鱼金之本 更能够提借 放个电板 手杖本也来三个吧 方方本 惠肯 迷你本本 再来三盒阿布的素材本 再给宝费 放五包提拉多贴纸 卓大王的勾勾贴 也浅浅来一些 粉嫩嫩阿着素材包 每每卡套 可爱的夹子 点时的手杖笔 也是手杖的立位到 软头笔 荧光笔 都安排上 再放几本格子 便清填满空隙 满满的 给珍爱粉的随心配 也打包好了 nice